笑不活了家人们 肖战参演的话剧《如梦之梦》在深圳落幕 一些在现场的观众也传出了一些小片段 让那些没抢到票的朋友们解个馋 在这其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画面 肖战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台下站了三个保镖 这时候正是肖战扮演的五号病人躺在床上 盖好被子 很虚弱的时候 相应位置的台下站了三个保镖 仿佛在怕粉丝一个激动冲上台和肖战一起入梦 对此粉丝们也纷纷调侃 搞得我们好像会搬走一样 不过话说回来 在现场安排保镖其实也是常规操作 毕竟有许多在活动现场 遭到疯狂粉丝搂爆的艺人们的前车之鉴 更何况这还是话剧舞台 更是要时刻保证台上演员的安全 以确保演出正常进行 肖战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外号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在里面 2019年8月 娱乐圈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全网公认的流量代言人 被称为顶流鼻祖的陆寒 他主演的上海堡垒口碑铺街 号称三亿的投资打了水漂 第二则是随着亲爱的热爱的下播后 暑期档内再无敌手的陈情令强势崛起 新人演员肖战一跃成为顶流 娱乐圈一夜之间成功变天 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 抹黑肖战的套路 其实放在任何明星身上都是用 因为资本一开始是打算向王一博下手的 按理来说陈情令作为一部单改剧 捧出来的顶流应该是饰演蓝忘鸡的王一博的 所以当时资本也是先拿王一博开刀的 但王一博背后有乐华这棵大树 乐华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他又岂会让自己的宝贝太子受到欺负呢 再加上肖战自己争气 靠着一张脸硬生生的打破了眼宫碧红的定律 于是发现撬王一博这条路行不通的资本 这才把风口对准了肉更肥 粉丝更多的肖战 不过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 观众的选择是资本也改变不了的 感谢观看